曾经看过一幅图画 他所描绘的故事是 一个人遇到了困难 在祷告中 他向神祈求 他渴望神尽快地应许他 实现他的愿望 然而 过了些日子之后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他开始不耐烦 但仍有继续祷告 只不过在祷告的时候 他问了很多的问题 神啊 你听到我的祷告吗 神啊 你在哪 神啊 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神啊 为什么你还不应许我呢 又过了些日子 情况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好转 他不再祷告 选择了放弃 而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 神的恩典和祝福正在向他靠近 并且马上就要临到他的身上了 可是他已经放弃 他已经放弃不要了 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你愿意为了神的应许 等待十年吗 在顺境中 能耐心等待 就已经不容易了 更何况在逆境中 能有坚定的信心 能有顽强的忍耐力 能做到坚持等待而不放弃 这真是太难了 十年 这个期限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其实我们的祷告 神什么时候应许 我们根本不知道 有时候神的应许来得非常快 我们会激动的立刻献上感恩与赞美 而有的时候 神并不是马上就应许我们的祷告 因为神有他的心意 也有他的时间 当我们坚守信心 倚靠着神去忍耐和等待 直到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 我们总会发现 神所赐的恩典 比我们所求所想的更加美好 可如果我们选择中途放弃 就会令我们错过 神想要给我们的祝福 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中 保罗在离世前是这样说的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索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弟兄姊妹们 有一天我们都会亲眼见到主 愿那一天我们都可以坦然的 面对主说 主啊 我尽力了 我没有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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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居你秘密 我更是不怀疑我爱你 拥挤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真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菲利比书第三章十三至十四节 当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 每个难处的孤立 点点在哪里 每个山西湿湾里 你爱我爱到底 在你爱的光中 我的脚能力 我爱你 拥挤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居你秘密 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 我爱你 请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真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思念守抵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知谁忘 是静止车 世权是情的苦楚 要深究 其中无必永远的荣耀 似念守抵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止失望 是这这几点苦楚要拯救 其中不必永远的荣耀 永远的荣耀 永远的全心全力占定 荣耀表现你 不愿随不怀疑 我很希望写进全心全力 在真爱的路这里 我奔跑不放弃 我爱你 荣耀高举你的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勇气我决心全意全力 在真爱的路这里 我奔跑不放弃 在真爱的路这里 我奔跑不放弃 我爱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